最奇葩的酒店建造在10米深的水下 外面环绕着35条鲨鱼 只有一墙之隔 为了吸引顾客 总有一些商家不按常理出牌 他们往往会推出一些别出心裁的设计 比如外形像土堆 堪称世界上最简陋的酒店 再比如直接建造在荒山野岭的酒店 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家酒店 直接建造在水下 夜晚和35条鲨鱼一起入眠 只有一道玻璃之隔 巴黎水族馆的鲨鱼池 建造了一间特殊的潜艇卧房 这个房间中设有很多和海洋有关的东西 比如一些关于鲨鱼的小册子 外面就是游来游去的鲨鱼 房间设立在10米深的水下 周围都是360度透明玻璃 可以全方位观看房间外的35只鲨鱼 这个水下房间只有10平方米 除了一张床一个柜子 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 几乎就没有其他物品了 不管从房间的哪一个角度看外面 都可以欣赏到美轮美奂的水下风景 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外面的鲨鱼 别有一番雅之 鲨鱼在游泳的时候经常碰到房间玻璃 处处透露出一种刺激的气氛 如果你胆子够大 而且年满18周岁 就可以到官方网站申请入住 网站将在固定时间挑选6名幸运儿 分批次免费体验与鲨鱼一同入梦的滋味 当然 想入住这个房间还需要遵守相关规定 比如不能在黑暗的环境中使用闪光灯 因为鲨鱼对光线十分敏感 如果成功撑过一晚上 入住者会获得免费的早餐 以及免费参观巴黎水族馆的机会 现在 人们越来越重视保护环境了 而在之前有很多动物 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而失去了生命 鲨鱼就包含在其中 这个房间就是为了宣传保护鲨鱼而建造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惊险刺激的挑战 你敢尝试吗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 下期我们下期我们下期再见